当我们在认识改革教会的历史的时候 就好像参加一个旅行团 慢慢地从德国出发到瑞士 再去了法国 过后到了荷兰 所以就姐妹们猜猜 今天这个旅行巴士 要到哪一个国家呢 我们要慢慢地往西边发展 往西边去 去到哪里 去到联合王国 简称英国United Kingdom 我们要来认识英国改革的历史 我们必须回到一个14世纪的改革新风 改革英雄 叫做约翰·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在1330年到1384年 他是一个英国的布道家改革家 他在宁静大学做教授 他从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 所以今天我们所简称为 威克里夫圣经 Wickcliffe Bible 所以威克里夫的改革虽然失败了 不过他仍然对英国的改革运动有贡献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虽然他过世了 不过他确实影响了一群跟从者 这些跟从者的名字叫做罗拉德派 罗拉德派 这罗拉德派他们强调的是敬虔 强调的是行善 强调的是圣经的权威 他们反对天主教的腐败和黑暗 这是在改革之前130年就开始的一个基层的运动 所以当马丁路德抗罗中的作品被引进英国的时候 这确实开始什么呢 开始影响了基层的百姓 不过这不是英国改教的原因 英国改教的原因严格来说是一个政治原因 后面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关于在16世纪的这位王 在1509年这个王 这个王帝叫做亨利八世 Henry the Eighth 亨利八世他在1509年的时候做英国的王 在1521年的时候 他甚至公开的反对马丁路德 因此在当时罗拉德天主教的教皇非常开心 给他的一个绰号 那个教皇说你是信仰的保护者 亲爱的姐妹们 亨利八世 这样的人怎么会搞改革呢 他跟教皇的关系非常友好 不过这亨利八世呢 他有一个愿望 他愿望是后五代 亲爱的姐妹们 你们如果想做皇后的话 你们不会想做亨利八世的皇后 不会 因为如果你生不出王子的话 你的下场要么就是离婚 要么就是斩首 很可怕 亨利八世有六位皇后 六位皇后 所以因此呢 在1533年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嘉尔文刚刚离开巴黎 因为他在那一年 他反对了天主教 在1533年的时候 克里缅七世的教皇 不许可 这亨利八世离婚 所以这个亨利八世呢 就要求 在当时 康特普里大主教 来宣布他的婚姻失败 许可他重娶 再娶一个新的皇后 所以这个教皇 在那个时候呢 就因为亨利八世 这样的不听话 教皇就除名 把亨利八世的名字 从天主教教堂里头除掉 但是亨利八世 因着他设立了国会 所以他就要求国会 立他为英国的教会之首 他很厉害 所以这原本的教会之首 是教皇 教皇不许可 不过亨利八世 走了一个国会的途径 国会同意 来设立亨利八世为国教 为英国教会之首 所以因此呢 这英国就离开了 天主教的管辖和关系 这就是英国改教的背景 在这个亨利八世身边呢 很有趣的 有三位托马斯 Tree Thomas 三位托马斯 第一位托马斯是托马斯莫尔 第二位是托马斯克伦维尔 第三位是托马斯克兰迈 托马斯克兰迈 可能在其中 克兰迈对改革的贡献 是最大的 因为他本身是康特布里的大主教 这克兰迈他进行了什么改革呢 他其实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改革 他在这亨利八世的后代 亨利八世终于有了一个小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爱德华 爱德华六世 所以这爱德华几时登基呢 爱德华登基的时候只有九岁 这克兰迈就在爱德华登基的那七年 爱德华其实他只活七年 从九岁登基 十六岁他就过世了 非常短命 不过在那七年 这个克兰迈在他身边呢 就什么呢 就引导 就带领着爱德华 在短短的七年里头 他脱离了这个罗马政府的 许许多多的腐败的教导 所以这是克兰迈 在这爱德华六世 身边所做的工作 开始把这个教会带回到的圣经里头 开始在聚会的时候 让人使用英文来参加崇拜 听得懂英文的讲道 他开始推广英文的圣经 这些都是克兰迈 在爱德华六世的那七年 短短七年做了这么多 促进改革运动的一些改变 记得我们之前说过了 在英国的改教和在位的皇帝 或者女皇有关系 爱德华六世挺好的 亨利八世也挺好的 不过爱德华六世过后 谁登记了 登记的是他的小姑 那小姑名叫玛丽 其实他有个绰号 叫做血腥玛丽 为什么血腥玛丽呢 教会历史学家称他为血腥玛丽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 天主教徒 他的志向是把英国的教会 再次带回到天主教教会里头 所以他和爱德华六世呢 其实差不多一样 爱德华六世呢 在位七年 而血腥玛丽 只是在位五年 1553年 直到1558年 不过在这五年里头呢 发生了很多悲惨 很多血腥玛丽 当他登记立马登记的时候 他就斩首了 斩首了一个女王 那个女王在位置是短短的九天之当 他就立马把他斩首 因为他把这个女王的权利夺回来 这个女王的名字叫戈雷 Lady Jane Gray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开始对付改革中的牧师们 可能在当中最出名的是拉提美尔 拉提美尔 这拉提美尔他什么呢 他强调我们不能回到天主教当中 他对抗这个血腥玛丽 因此这血腥玛丽就下令 把他和他的同伴 和另外一个英国的主教 一起的什么呢 一起的烧死 所以请问我们来听听看 当天他们受刑罚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天在这刑罚的台上 他们跪下来祷告 过后这个当局就把他们锁在柱子上 而且他们的景象挂着一包火药 他们景象挂着一包火药 在还没有被烧死之前 还没有临死之前 这拉提美尔对他的伙伴说什么呢 拉提美尔就对他的伙伴说 雷特利弟兄 Rigley Master 雷特利弟兄 你放心吧 要做大丈夫 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在英国点起这根蜡烛 我相信是不会熄灭的 这是这位巨人说的话 拉提美尔 在面对这个死亡 在焚烧的时候 他仍然他相信什么呢 他相信这根蜡烛 他们真的有如台上的两根蜡烛 这两根蜡烛是不会熄灭的 确实神看顾了 神保守了 你知道当天在场的有谁吗 当天在场的有托马斯克兰 托马斯克兰 他在那个地方 他现场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伴 看着他的弟兄们 他的同工们为主寻到 那他自己本身一年后 一年后他也同样寻到了 这就是雪兴玛丽 雪兴玛丽心中还有一个人他要抓 不过抓不到 他的名字就是约翰诺克斯 这爱德华六世身边的老师 那位牧师他要把他拿下来 他是什么 拿下来苏格兰就平安了 拿下来苏格兰就不用改革了 不过就因为这个迫害的缘故 约翰诺克斯在1555年就逃到日内瓦 他在那日内瓦住了四年 他认识家文吗 他肯定认识家文 他非常认识家文 他在家文的门下 就在那四年巩固了他的神学 在四年就好像三英文神学院的一个硕士文凭课程一样 在那四年里头 他沉淀下来 家文的神学家文看待圣经的观点 深圣地影响了他的信心 他对神的认识 他对这个改革运动的热忱 使他一天回到苏格兰的时候 还要开始在苏格兰的改革 我们在下一堂课我们来认识约翰诺克斯